自古至今 人们都在争论这些问题 譬如到底是先有机 还是先有带 是先有词 还是先有曲 到底是先有作品 还是先有歌手 不过搞清楚这些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倒是认为 一首好歌 能够被一个懂他的好歌手唱到 才是最重要 我一直在思考 能不能有一个 这个舞台 可以让一首好歌 你懂他的人相遇 让好歌与好歌手 能够在这里碰撞出 最美的花 今天我找到了 他叫做嗨歌 这是一场妙曲恒生的 大型原创互动音乐秀 我身后的六个音乐极光箱 正在静静等待着 当下六位最具才华的 音乐创作人进驻其中 风靡全球的原创音乐节目 嗨歌第一次来到中国 他将带你领约一种全新的音乐玩法 哈林监负嗨歌音乐组间 寻遍世界上每一个原创角落 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海量曲护 每期歌手将化身音乐伯乐 视嗨歌为赛场 制定谋略 抢夺献计 正先锁定心仪制作 全力打造每周最热嗨歌 嗨歌诚意为好音乐做嫁衣 让好歌手邂逅好作品 终为见证一首好歌的诞生 我唱百首歌嘛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 我们不要贪心哪个 一首出彩的作品 能够有特色 又有传唱度 深度广度 我觉得这个是 最近最重要的一个 作品 各位创作人大家好 写歌这件事我了解 每一首歌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们有不同的面貌 有不同的思想 有的甚至像我一样 有点玩世不恭 不过在嗨歌 不要担心你的作品离经叛道 也不要害怕他们没有市场 在这里 我只要你们展现出 你们对音乐最大的热情 寻找懂他的人 现在请各位创作人 进入你们的集装箱 准备展示你们的作品 加油 这里是腾讯视频 大型原创音乐真人秀 嗨歌 本节目由 至爱前行MG GT 高性能风尚 终极车独家 全程冠名播出 感谢唯一电商合作伙伴 京东大力支持 同事低价买真的 网购上京东 真正低 我是主持人理想 让我们一起向好音乐 大声say hi 乐想极致 乐想嗨歌 vivo 智能手机 K歌之王 X5 邀请您 跟我一起 边看边玩 你可以像节目中的歌手一样 挑选自己喜欢的歌曲 你可以预测 歌手的选择结果 也可以决定 哪首歌 才能进入年度 嗨歌盛典 首先我们要向 本期我们请到的 两位歌手say hi 他们一位是内地全能歌王 一位是香港乐坛一姐 歌王对上一姐 将争夺属于 他们自己最心仪的歌曲 究竟谁能在选歌环节 战得先机 马上揭晓 有请两位 因为我自己没有写歌的话 他跟创作人可能 有时候是不认识的 会到一个小小房子里面 轻轻地听到 创作人他自己 给我演唱他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 一定够吸引了 想要期待那些 可以真诚地打动我的音乐 他没有那么复杂 对他句句 可能都是 自己的人心的 嗨 欢迎两位 哈喽 现在看到 现场有六个音乐集装箱 每一个集装箱里面 都有一位 原创音乐的创作组 已经在那里静候两位了 最短的时间内 打开其中的一扇门 然后觉得 它是不是你心里的那首歌曲 迅速地做出判断 出来之后如果拉下门上那个闸 就说明你已经锁定了 这首歌曲了 每个人要选择两首 你们最动心的原创歌曲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好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是 选歌环节 两位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我先去这边了 OK 祝你好运 好 你也是哦 现在其实他比较不同的就是 利用文字来强化他的音乐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问题就是 是不是我们要先考虑到歌词 文斌这个歌曲啊 音乐的风格比较多元化的嘛 就要摇滚一点啦 有个性一点的民谣 不是太轻软的民谣 会是他的选歌方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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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开始吧 你好 人见人爱 犯见的见 我是福建福州人 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去香港读大学 然后我现在是在准备发自己的第一张唱片 我大学时候见到我同房 跟他男朋友在我床上 我就写了 一首歌啊 就为什么在我床上 就为什么在我床上 你们这些都不能播吧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有朋友 就是明明是同志 可是就是不出柜 然后还要拼命追女孩子 那我当然就写一首歌 劝他出柜啦 你们这些播不出来吧 不在意 人家听不懂我的音乐 我觉得要听得懂我的音乐 要求还蛮高的 你要有一些幽默感 一些生活经历要放得开 然后英文也不能太差 这个歌曲其实好像是比较 锁定某一种人 有点鬼音精怪 天气这么好 我却在烦恼 烦恼谁过得比谁更好 欲望太多了 欲望太多了 天也天不薄 满足一个 另一个就伸出窍 我曾经追逐傻小的温柔 也曾经迷恋发呆的自由 OK 等一下见 我出来了 她没有听到重点 我觉得哈林哥这是为我准备的吗 你觉得是就是 你觉得不是 我再听听下一个 再听一下好 你好 我是欣安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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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握个手吗 你好 你好 我实际上担心的我不认识她 名字倒真是听过 但是确实我不认识这个人 那这个歌是大概是关于 这首歌是我朋友的一段 失恋的经历 失恋的经历 然后为了让她缓解那段痛苦 我是张一彤 今年正好来北京十年 现在和我的哥哥和嫂子 经营一家户外音乐餐吧 那边也考了 你倒里 你把你的倒这里 你过了 之前参加过一个 北京卫视的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非要让我说 你是北漂你 你应该那样 但是当时我们乐队 就是住一个别墅里 我们没有跟我那样了 我们不是那种跟你说 还得去借给地下室门倒 这不是我们的分别 终于被你深深地打败 爱与不爱都变成空白 你做的没有错 忘记过去的你我不要再期待 你怎么能如此 从容的对我说 你没有错 还用那无所谓的微笑 告诉我 你的冷漠 我答应我自己 要原谅自己对爱犯的错 不要一错再错 独自寂寞要和我 你怎么能如此 可以打扰一下吗 不好意思 后面就是会重复前面 对 就是一段副歌 再重复一次副歌 所以中间就有一个爆发点这样 OK 好,谢谢 谢谢你 好 安琪小姐 很惊喜耶 胡彦斌 已经进入第三个箱子了 你好 你好 可以先握个手吗 没有准备 这个歌声大概是乖女 你怎么能如此 从容的对我说 胡彦斌同学冷静果断 怒听三首歌 而谢安琪貌似放了这十一场比赛 还在和创作人聊故事 让音乐组组 让音乐组界哈琳看得很心塞 选歌这个东西 我用最快速的速度 最专业的评判的标准跟方法 去最短的时间里面确定这个歌 是我要的 还是有机会要的 游戏的规定 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 我听音乐从来就是比较慢节奏 我希望可以细细地感受一首歌 胡彦斌已经进入第三个箱子了 那么快 对 他都没有听完哦 第一首已经给我 OK 一点惊喜 喜欢就好 可是你不会那么冲动 就把那个拉下来 对 为什么不会 没有感动他 嗨 嗨 嗨 我是陈俊泉 我很喜欢音乐跟时尚 所以我现在在经营一个牌子 跟我一个好朋友 Surry and Affair 在一种经营的牌子叫Surry and Affair 如果突然红了怎么办 我们说的诺言还算不算 还算不算 还能不能和你共赴爱情 海的展览 还能不能和你共享学的浪漫 如果我突然红了怎么办 他们会写我陪谁吃饭 一夜收了多少万 同时别墅建在国外海滩 如果我突然红了怎么办 我们的照片会像头版 车该谁烦 好烦哦 哎我们不能酷的 又出来你怎么都那么快啊 他也出来过了吗 没有 我先去 他第一个箱子到现在都还在里面 我赶快多清一下 对对对对 哎哈喽 嗨 嗨 你好 刚进集装箱的时候 挺紧张的 为什么 其实是混乱 因为不知道到底 什么时候会有人进来 尤其是不知道 今天两位嘉宾是谁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在出汗呢 首先老冒汗 你好 那 开始吧我们 看着镜头 我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满足我一个小请求 什么 这是什么 如果你选中我 就把它贴在我身上 哦 好 那我希望 如果他能选中我的时候 再把这个 就像蒋章一样 贴在我身上的时候 会感觉特有意思 我抓紧时间 因为我要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听完 好不好 来 开始吧 是 看着镜头 嗯 我是赵玉晨 第一个项目是 月眼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造成我 现在 不是特别有氧钢气啊 然后皮肤有细腻 有百分的原因之一 好 我介绍完了 一 把这个 困了啊 别找了啊 真的真的 一会儿了 快飞着 快飞着啊 我妈 我妈是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我妈特别崇卖毛肚型 就我形象不好 毛肚型毛肚型 那就是她的 神态 邓 你确保被关上吗 我就说 来 好 走 我遗传了她的一些 我遗细细胞 包括她喜欢音乐 我懒在肚子里 她天天 弹钢琴啊 我觉得我写歌词肯定 受她很多音乐想法 可乐这首歌 创作者 他要表达的方式 是很简单 直接 甚至于有点情绪化 这个歌可能 比较有戏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 你并不快乐 可能是因为 我们相遇的太晚了 可是我要走了 可温暖要走了 可否有另一个 我在你身后 给予快乐 可当我牵着你的手 傻乎乎的了 渴望的爱情 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 可时间倒数了 可你的答案停住了 这次胡彦斌 听得比较久啊 没想到 没过多久 我父亲就去世了 对我妈打击很大 大概得有六个月了 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得打开电脑 听这首歌 然后唱这首歌 每天我早上起来 都会听到她嚎啕大哭 然后每天都听这首歌 然后哭 所以我感谢我儿子 给我用这首 可乐这首歌 给我找到了 善呼之痛的 这么一个初考 所以我就说儿子 这首歌特别好 不是吧 别人演艺 跟你演艺不一样 可能你不快乐 可我要你快乐 可能是我的爱情 早来得太晚了 可我只想对你说 我绝对不退出了 可以让你快乐是我 OK 我们等一下见 好 来哦 好 这个算听完了 对不对 这个有听完了 也听完了 我来看看 蓝色是 有人在里面 有人在里面 使用中 嗨 老师好 你好 唱出你在家里 创作时候的 最自然的状态 可能我的家里没有割王 没有缺能割王 主要是因为她出道早 而且她特别全能 她是一个 陪伴我成长的一个 说这话特别忌讳 是不是 大家好 我叫街亮 我是一个在天津的山东人 考大学考到天津乐学院 然后学的是音乐教育系 毕业以后 我做了一名残疾人文艺工作者 因为我是 嗨歌是我录的第一个节目 我相信我的那种热忱是 最原始的 不敢就是描写的一个 在暗恋中的一个女生 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暗恋 装作柔无其事 装作很镇定 但是那些很挣扎 如果你喜欢这个歌的话 肯定是 我说中了你的心事 那就证明 你也是这个歌的主人 他创作的 他不是一般 生命上常常可以听到的 这个 所谓的流行歌曲形态 我认为是比较有难度 这歌写出来 会给唱的人 一种 难度 挑战 征服 可能会也会有一些快感 如果能够完成的话 他的心喜欢你 但是心不堪 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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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耳朵 把耳朵总是听见你的声音 他的心喜欢你的事情 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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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脑袋 把脑袋里面全都竹骂你 他要很镇定 拥抱是要保持清醒 他要很镇定 用玩笑掩饰操动的心 他要很镇定 听不到老一点蛛丝马迹 他要很镇定 常常告诉自己 他不爱你 他不爱你 这首歌 这首歌 是不是到目前为止 动态最大的 是 对不对 低到高 这首我觉得 没有听完也 有一些心动的感觉 怎么样 要拉下你的锁定闸吗 觉得我可以做决定 把我给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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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也没想过 就是一个歌手进来了以后 听完我的歌 然后就把我给锁定了 对我来说是 巨大的恩赐 对我来说是 巨大的恩赐 也就是 已经能被选中了 好了 我跟你讲 喜欢这首对不对 对 我选的 反正好的都归我 OK 获得音乐总结哈林高度 评价的不感 让耳间的胡彦斌 毫不犹豫地锁定 仅剩一个名额的胡彦斌 接下来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麦信子的谢安琪 目前只听了两首歌 他会因此说过 最合适他的那首歌吗 你好 你好 先握手 你好 当时我听到谢安琪老师的时候 我在想 哎呀 是不是唱那个 足球宝贝 蹦蹦跳跳的那种小女生 那个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 那个是安右琪 那这个是 大概是关于 你自己的故事还是 对 这是一首蕴含了我 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想说的话 它真的是表达了 我整个这一段年轻中 最彷徨最迷惘的岁月 我叫云以游 然后我很喜欢弹吉他 那么我开始了 我也喜欢重金属 我真的开始了 除了吉他和音乐来讲 我更喜欢空手道 我想通过空手道来 让自己变得爷们儿一点 像孙洪雷那样的男人 海亚鼎的《花》这首歌呢 主要表达的是 很多年前我的一个心境 爸爸妈妈离异以后 就是 咱们各自有了新的家庭 那个时候我非常的自卑 用我爸的话来讲 就是烂泥腹不上墙 我在海边我很想写歌 当时在那样一个情景下 我在海边我看到 上面有一朵花 那朵花就那样 就那样在那个悬崖缝的那个 中间它在那里长着 也许我就应该像那个花一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了这首歌的灵魂部分 这首歌我的代号叫做宽阔 跟它的那个旋律 就给人一种宽阔的感觉 所以它的音乐已经有了形态出现了 作曲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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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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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我们望着海浪 你说我就像大海一样 倔强而又忧郁的脸庞 令人心痛啊 转眼及时的青春誓言 时间让人记不清模样 你那一抹微笑的感受 心 依旧在飘温 岁月一阵风啊 我心已经热去了 不必去牵挂 好,谢谢,好,谢谢你 我先记住这个 谢谢你 谢谢 好,好漂亮的副歌 我喜欢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老师 祝你好运人 他已经听完了吗 有一盏红色的灯亮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他已经锁定这个 没错 那个回家看播出啦 没所谓,因为... 没所谓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没有缘分 OK 就没办法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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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看歌词的 有没有歌词啊 我曾经追逐傻笑的温柔 也曾经迷恋发呆的自由 OK 等一下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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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来了 他没有听到重点 幸福就是每个月的一马都正常 幸福就是坐在马桶上永远通常 可最终却如此奔忙 健康代谢都是奢望 只期待去男美女刺激着感官 好棒 谢谢 好粗粗的一个题材 多谢你 多谢蔡 好高 对啊 我们来听你的创作 很小的吉他 唱出不一样的味道 有点紧张 放松 来 终于被你深陷的打败 爱与不爱都变得很耐 你做的没有错 忘记过去的你我 不要再期待 你怎么能如此 这个创作者 他的表演 是比较吸引人的 要告诉我 你的冷漠 我答应我自己 又原谅自己对爱犯的错 但他离开之后 没有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 很失落 这首歌我只想对你一个人唱 怎么办 怎么办 如果真的红了我该怎么办 如果突然红了怎么办 我们说的诺言算不算 算不算 还能不能和你共赴爱情海的展览 还能不能和你共享学的浪漫 红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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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棒,有哥 谢谢 谢谢,好棒 很难决定 胡彦斌现在已经在听他的 最后一首歌了 好 好 那所以我还有一个 还没听 加油 在这边只有一个乐器 要很能想象才会选到 好 好 好 怎么样 这个和弦进行 不错 它会有一个前后的反差 不过没差 你反正已经几乎听完剩下这个了 他还没选对不对 他一个都没选 所以你全部听完了 你的选择会比较全面性 目前为止 胡彦斌已听完全部六首原创歌曲 并成功锁定一首 第二期依旧没有选出他的专属歌曲 面对游戏 面对游戏的赵玉辰 他能否果断拉闸呢 这个是你自己的故事 嗯 关于我站在我已经已故的父亲的角度 好 对我母亲说 然后讲述他们有两段 失败的婚姻 然后成就的一段遗失的爱情 好的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被那个 诵作人的歌曲有影响 因为有的人 你好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那段时间是在那个集装箱里 最晕的一段时间 有没有水啊 没有水 没有水多来点拖烟 还不好意思呢 我我可不可以先做一个决定啊 可以 你现在要锁定哪一首歌 应该是这个 我可以看 等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他是哪一位 对啊 我要先确定一下 你不要确定 你确定了就我要拉下来 不要 完了 两个人抢一首歌 没有 你怎么办 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好 给我一个时间 我来讨论一下 当忽然我听到一阵急促的那脚步声 就是在我的箱子门前 哦 难道是在 准备选我吗 所以现在胡彦斌也想要用这首歌 可是安琪 不确认里面那是哪一位 是不是这样 没有 我想起来了 啊 啊 啊 哎呦 哇 耶 耶 真的超激动 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被选中 耶 哇 三号 三号就是我们刚刚讲和弦进行不错那一位 没错 对 还有哪一首 就是第二个门这个 第二个门 我说过我现在拉下来他就没进去 他就没戏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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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是谁吗 我还没进 OK 他还是直接把这个 让我听一下 对 让你听一下 男人 对 我们等他 好 等你 好朋友 来 我帮你开门 谢谢 你想他进去你就把杂拉上来 不准出来 我回来了 好 开始 可能你不快乐 可惜你不快乐 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 可我只想对你说 我绝对不退出了 我绝对不退出了 可以让你快乐是我的快乐 哇 谢谢 我想要的爱情来得太晚 是什么意思啊 里面讲的 嗯 就是他们都是第二次婚姻 然后 所以觉得时间不够长这样 对 然后 刚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磨合 然后两个人好像刚 包容啊 然后刚了解对方 然后 就去世了 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 是把内心一个很 很私人 很私密的一个 一个故事跟我讲 我很感谢 我觉得女人去唱可以像在念一封天堂的来信 好 比较温柔一点 可能刚才 所以我刚才好像把信物提前 我应该会变成了 可能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我不应该这么说 没事 嗯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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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想偷偷出来的 你知道吗 明天就除夕了 什么 除夕 明天就要过年了 你在里面待了三个月 对 对不起 知道 因为这个歌好棒 完蛋了 我说这一次让你先选 等一下你就把这个其他生上 你们两个已经有这样的约定 没关系 那好像我把你们的感情 打破 现在呢 女生来做下你第二首歌的决定 嗯 好 不要客气 请开闸 是不是这个颜色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颜色 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 没错 我就是你想的这样 谢安琪 现在是我的女神 二三原则上我都是 帮胡彦斌准备的 结果没想到 全部被 谢安琪选去了 OK 好的 来 胡彦斌做他最后一首选择 显然就是一号 来 贴贴掌声吧 来 好 好 恭喜两位 选到自己要的作品 你开心 我有面子 谢谢 谢谢 是 好的 要提醒各位所有的网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至爱前行》 MG GT高兴能 《封上终极车》 《独家全程冠军》 播出的腾讯视频 大型原创音乐之人秀 好纠结啊 我也很紧张啊 选了半个世纪 两位终于把歌锁定了 等一下六首歌听完 没有一首要我 你看我这个人 怎么走 我还有脸坐着 我就跳下去了 多年的江湖地位 不保啊 我跳下去 你要先帮我弄个垫子 哈琳哥你放心 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准备 那太好了 那我还是走下去好了 好 来,我们恭喜不敢的创作者 街亮 错爱的创作者张依彤 海牙鼎的花鱼油 可乐 赵玉成 好,先喝一杯可乐 安琪,你有把那个牌子 给他贴上去了吗 对啊 这是标记 这是我的 谢谢 四位都很嗨应该 两首歌的氛围很不一样 是一个我很用心真诚地 给你讲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两个人都 哇,我听的时候 鸡皮歌都要起来了 就是第一眼看到 胡彦斌出现在你们的 这个集装向门口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一个男的怎么穿裙子 对啊 没人注意到 没有听过他的歌 你说我吗 对啊 我说这个创作人说 这个男的怎么穿裙 哎呦 还好里面有安全裤 还好不会走光 走光了你就适合唐义了那一首歌 你是第一个被拉闸的 对 你就是我的遗憾 那我现在可以听一下这样吗 一点点 好像不可以 这个要问我 胡彦斌 现在终于忍不住了 我刚才还觉得你蛮有风度的 什么女士優先 会不会是现在不来这一套的 各位网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MG GT高性能 风尚终极车 独家全程冠冕播出的 騰讯视频 大型原创音乐真人秀 嗨歌 那接下来 为什么要说四位真正的考验 才刚刚开始呢 因为你们马上要面临 你们的第一次嗨歌任务 接下来我们有请 我们的音乐总监哈林老师 为你们派发任务有请 太快了 我还没下来 我刚刚脸滚带麻 鸡子 恭喜 恭喜 恭喜我们的歌手 也恭喜我们的创作人 好 接下来两位的工作呢 就是文明同学 跟谢安琪同学 要在这两首歌曲里面 完成他们的编曲 然后 最后 你要最终 决定你要用哪一首歌 来代表你在嗨歌的作品 第一关过了 第二关 才是真正的 能够上舞台 跟大家见面的作品 所以这边的两位 跟这边的两位当中 只有一位 各选一位 可以在嗨歌上发表他们 最终完整的改编过的作品 对 这会不会太残忍了 韩梁老师 在这里能够出现 他的歌曲已经是在某一个分数以上 而且在箱子里 他们表演的作品 都能够在网上给大家收听 其实各位可以留意现在我们屏幕下方所给的互动提示 来选择究竟哪一首才是属于你的专属嗨歌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来测试一下 究竟 胡远冰会选择《街亮》 还是会选择张一彤的作品 而西安琪会选择《余游》 还是会选择赵玉成的作品 作为他们嗨歌的发布曲目 乐想极致 乐想嗨歌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王X5 邀请您继续参与到我们嗨歌的互动当中来 刚刚两首才华合逸的歌曲 到底歌手会选择唱哪一首歌 演绎哪一首歌 冲击我们的嗨歌年度桂冠呢 快把你心目中的答案告诉我 如果猜对了的话 送你一部Vivo智能手机 接下来呢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 您跟我们一起陪伴这一期的 腾讯视频大型原创音乐之人秀 嗨歌 本节目由MG GT高性能 风尚中汽车 独家全程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K歌之王Vivo X5智能手机 互动冠名播出 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合作媒体 QQ音乐只要您登陆 就可以听到本节目的原创歌曲 也要感谢我们的独家合作 最浪漫的游戏QQ炫舞 同时本节目的所有歌曲 将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HATFM 以及上海东方广播动感101 同步热播 还要感谢我们的唯一电商合作伙伴 京东大理支持 同样是低价 买一真的网购上京东 真正低 各位 辛苦了 结束了 结束你讲了 红了怎么办 美玉按时间了 好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静静地等候 我们的四位创作者 以及两位歌手 他们好好地磨合 最终将会在我们所有的网友面前 来发布两首作品 让我们向好音乐大声 C Hi Hi C Hi 这里是腾讯视频 大型原创音乐真人秀 嗨哥 本节目由MG GT高性能 风上终极车 独家全程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乐响极致 乐响嗨哥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王X5互动冠名播出 感谢唯一电商合作伙伴 京东的大理支持 同时低价买一真的 网购上京东 真正的一位 好 我是主持人李翔 好 嗨哥上半场 面对六手风格9亿的人出作品 行动百狐艳兵 怒听三首歌后 郭端马达 打开枪歌战局 最终选择了街亮的不敢 张艺桐的错爱 走心派谢安琪已绝不手软 紧走 尖叫 撒娇 从狐艳兵手中 枪刀密尤的汗牙顶的话 赵玉成的可乐 但是 这并未结束 更虐心的人物还在后面 短短细天 全新改编 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过去的七天 对每一个歌手来说 都相当的纠结 因为两首作品 都是当时他们喜欢并挑重的 可是今天只能发表其中一首 胡言斌也是同样的纠结 到底他会选择发表 不敢 还是错爱呢 首先我们要请出 错爱的创作者张一彤 小哥 嗨 老师好 嗨 怎么样 现在好多了 之前很紧张 等一下挨个 我们对你们的作品 去做一个了解 好不好 那我先带一同进去 然后你在那边坐一下 好不好 好 来吧 我觉得我的歌 可能还是比较偏流行的吧 不是那种很特别的歌 有特色的地方 也有不足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些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对这些这首歌 去改 去改良的一个空间 你怎么能如此 从容的对我说 你没有错 其实 这首歌是一个 我觉得蛮完整的一个作品 烈士 就是AB段的段落 最常规的格式 那这样的东西 其实也会容易被忽略 一眼看来 就有那种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之后的弊端就是 它很容易跟别人类同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 比如说可以把段落 做一些修改 我可能我上来就是 这就是一个 就是free tempo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男生的歌 我应该会让他 还是比较的真诚一点 好 那我们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再发展试试看 好不好 好 我之所以期待他 来改变这首歌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之前 对他的一些了解 他在这方面 还是有他的独到的处 我觉得他能让这首歌 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次这个心情 会比之前可能还紧张 真的是还会紧张一点 你觉得有信心吗 因为不知道接谅的歌是什么样 所以没有信心 所以特别忐忑和紧张 原因也就在这儿 希望今天晚上你可以获得 他给你的那份惊喜 好不好 特别期待 好的 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等候一下 当然 这是张一彤 他现在的真实的心情写照 另外还有一位呢 也在自己的音乐集装箱里面 在苦苦地等候 究竟自己的作品 能不能够被回音笔选中呢 接下来我们欢迎 不敢的创作者 接亮 大家好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我现在还好 我觉得我上一次录影 会比现在更紧张 是的 坐 好 谢谢 我刚刚有偷偷看你的歌词 有点暗恋的感觉 对 这是写你自己的故事吗 嗯 好 好 应该也是一个情歌吧 专业是做什么 我专业是一名残疾人艺工作者 我主要负责的是合唱团的部分 哇哦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嗯 你来弹琴唱一下 好 好 来 开始了 第一个我是觉得那个 那个女生那个吊吊一出来 挺嗝的 挺凝的 可能她就是会有一个记忆度在 我觉得我能被选上已经是N次了 剩下的那都是惊喜 到副歌的地方 我有一点点失望 是因为我觉得副歌的地方 跟前面的差别没有太大 只有钢琴的声音 前面跟副歌 它的反差没有拉到很大 那不然的话大家会觉得说 哇我的我的期待在哪里 说跟不说的纠结 要把这个情绪做出来 所以我可能会选择很安静 或者就是很rock 这节目挺有意思的 我们谁都不知道 谁的歌是什么样子 没法知道这个自己的优势在哪儿 主体的结构 嗯 我们是按照这个来的 好 在音乐上他们对我很信任 哦 我觉得 嗯 我也不会辜负他们这样 还是会有一个特别限 谢谢老师选我 你不要谢我 哈哈哈 哈哈哈 至少我觉得我选对人了 因为他们两个对于音乐的态度 是我喜欢的 最终我选定了那首歌以后 我相信我会带上我自己的乐队 然后来到节目现场 给大家一个最完美的大决 面对一见重情的不感 和极具张力的错爱 终于被你深圳的打败 旋律抓人 但硬伤累累 情感充沛 但缺乏个性 胡彦斌 胡彦斌会选择哪一首原创 又将挑战哪一种曲风 请淘干净耳朵 请听红彦斌最新单曲 震撼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转发声 演唱 朋友 record, четыре十二发情 听众落声 混音 转发声 搭结十四列 伤害 本学sem 演唱 ни 演唱 南俊 不敢告訴眼睛 她人生裡透露了愛 她的心喜歡你但是心不敢 不敢不敢告訴我 她耳朵總是聽見你的聲音 她的心喜歡你但是心不敢 不敢不敢告訴腦袋 她腦袋裡面全都注滿你 她要很真地 擁抱是要保持保持清晰 她要很真地 用歡笑掩飾 騒動不息 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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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不敢 告诉我 怕耳朵总是听着你 也是你 他都想喜欢你真实行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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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他 怕耳朵里面全都住了你 他要恨着你 拥抱是要保持 保持清晰 他要恨着你 用光笑言是 骚动的心 他要恨着你 过头路一点 触死马迹 他要恨着你 正常感受自己 他要恨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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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告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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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不爱你 她的心喜欢你 但是心不敢 不敢 不敢 尝尝不敢 不敢 告诉嘴巴 怕嘴巴说出这个秘密 我去尝尝不爱你 你尝不脑 因为尝尝不脑 对我尝尝过 但尝尝不脑 我尝尝不脑 跟尝尝不脑 我尝尝不脑 今天呢 这一首歌 我选择了 皆量的这首歌 其实当初在 选歌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想法 對於這首歌 我覺得 不敢這首歌 帶著一點點 女生的暗戀的感受在裡面 它有一個淡淡的憂鬱在裡面 然後所以呢 我希望讓這個歌 變得更加的飽滿跟有趣 然後我就加上了大提琴 希望它可以有一個憂鬱的感覺 我特別喜歡大提琴 也知道你的工作 你平時的工作是跟一些殘障人士 做合唱團的工作 所以剛剛 這一首歌裡面的合唱的部分 是專門為你設計的 謝謝何彥老師 謝謝何彥老師 每個作品就像你的孩子一樣 就是在這個時候 我的孩子又多了一個 對他非常好的一個親人 還是很感動 還是希望被他認可 還是沒有選上還是 有些遺憾 我當然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的做的這一首不改 何彥老師唱的這個感覺 更是因為他從男性的角度上 來唱這首歌 能更有他男性 陽剛 然後男女之間糾結的那個 感覺那個勁兒和那舞台一樣 我很開心 在嗨歌的舞台上 找到一首這樣的 非常優秀的作品 謝謝你 也謝謝胡彥銘老師 和所有的樂隊老師 把我的歌呈現得這麼好 來 掌聲送給我們所有的 樂隊老師 好不好 謝謝 不敢 謝謝胡彥銘 來 接亮 走到我們的舞台中央 謝謝 謝謝 真好做的 接亮先把自己的擁抱 送給了張一彤 因為他知道呢 每一個原創者 其實過去的創作心路 都相當地不容易 我今天帶來了小小的禮物 謝謝 這是我的CD 然後送給你 謝謝 對 最新的專輯 泰哥春 現在在此刻 每一位觀眾 大家都明了了 那在嗨歌這個舞台上 胡彥銘的年度嗨歌 就是接亮創作的這首 不敢 究竟這首作品 經過胡彥銘的重新編曲 現場演繹 能不能夠獲得 最大多數的 騰訊視頻網友的青睞呢 能不能夠入圍 最終的年度 嗨歌的比拼呢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希望把這個懸念 可以慢慢地鋪陳下去 也非常感謝兩位 為了嗨歌 做出自己各自的付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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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接亮他的身分 他的工作是最感動我的 因為我覺得 他對音樂的純粹 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顯然這個 胡彥銘這個科班出身的 喜歡比較 比較複雜的 然後層次多的 那我覺得 這首歌曲可能本身 它的這個起伏性 還有那個音樂性 就比較獨特 播到最後面 這個排山倒海 史詩一般的 各位我們要繼續 騰訊視頻 原創大型音樂真人秀 嗨歌 那這裡是由 至愛前行MGGT 高性能風尚 終極車 獨家全程冠名播出 是的 就是這麼認真的 糾結的挑選 他們對於每一首原創作品 其實都是有 非常濃厚的情感 而且自己挑中的 自然就會理解到 那首歌對自己的感動 以及創作者的苦心 可是只能選擇一首 怎麼辦呢 交給待會兒歌手做決定 首先我們要有請出 可樂的創作者 趙宇晨 趙宇晨啊 是個特別有意思的 這個創作者 我們看到每次他在舞臺上 都表現出來小心翼翼 謹慎的態度 可是在他的音樂世界裡 他從來都不束縛自己 非常大膽跟張揚 好 嗨 麗老師 來 麗姐 謝謝你過來 你過來這邊嗎 好 好 兩位都真的打動了我 希望你們也喜歡我 選擇你們的歌 我先聽玉琛的歌 我跟她先聊關於 她的歌的改編的事情 然後我再聽你的好不好 好 我們先進去好不好 加油 我很想要找到一個 旋律很有靈魂 我們會把注意力放在 她演唱的技巧怎麼樣 或者是這個歌 她現在這個編劇怎麼樣 我會真的 時鐘去聆聽這個旋律 有沒有真正的感情在裡面 可惜在遇見我那天 你並不快樂 好奇 很好奇 那麼流行歌能夠在第一時間 被選中的話 那這首歌一定有她很出彩 很特別的地方 我是很盼望這個歌 從這個百分之七十 再慢慢提升 再多一點 再往前 再往前 在她走了以後 很長一段時間的日子裡 我母親每天早上起來 都會戴著監聽耳機 然後就跑著掉 嚎啕大哭 我每天早上起來 我就聽她唱的這首歌 唱給大家聽的時候 就好像把你媽媽的一個 心索打開 好多東西像心照不宣的 她對我說的 可能我也在想 還有就是可惜 可能 可是 可否 這些都是你故意設計的 如果整首歌下來 會感覺重複多了一些些 要再多寫一個正歌的部分 想再把感情再往前 或者是往心裡面再挖深一點 對 歌詞那一塊 我也是這麼接 好 那就好 可是我要走了 可否有靈異哥 其實我挺興奮的 我會特別想看到她 會彈了 然後會唱了以後 她唱出來什麼面 如果今天這首歌 被仙琦在舞臺上演唱了 你決定第一個電話 要打給誰報喜 我媽 打給她 我現在想不出第二個 我們希望你的願望可以達成 好 我們待會兒靜靜地等待一下 謝謝 謝謝趙怡辰 趙怡辰 她的心裡 有媽媽 有音樂 有對於所有天下大愛的情懷 但同時 于亦游 她也有自己清新的情感 歡迎海牙鼎的花的創作者 于亦游 我們也經常聽到很多二十二歲的人 會在創作的路上 會要繼續前行到三十二歲 四十二歲 甚至更老 你做好這個戲 你準備了沒有 我已經做好這個準備了 不好意思 要你久等 沒有 我可以就這樣再聽你自己演奏一遍嗎 我有做過調查 謝恩齊老師呢 她的鋼琴是八級 並且她還會吉他 我感覺這首歌其實是首蠻大的歌 蠻不好控制的一首歌 她在門口聽 就是好奇 也會因為什麼喜歡這首歌 這麼小一個小伙子 生活應該很開心 很開朗這樣 為什麼要寫那麼灰色的歌 我獨自長大這段經歷的時候的 完全沒有一個內心的寫照 獨自長大 我聽到亦游的故事的時候 尤其是她說她是一個人長大 這一句 小時候爸爸媽媽離異以後 然後媽媽也有改嫁 然後我爸爸打電話 我說 那個我想回家 我說 那個不行 我是很辛苦才可以把自己眼淚壓住 心依舊在飄落 那個我聽到是 有一種力量在支持你 她其實應該還能蘊含更多能量 改編的話 我想會把她的氣勢變得更恢弘一些 我想保留這一種孤單 可是也有當中的脆味 趣味 有趣的東西 我很期待地有改動 那是什麼樣的 哇 她已經把東西變成了力量 她需要的是有一個人 或者是有更多的人 欣賞她的音樂 哎呀 我現在很糾結 怎麼辦 兩首歌我怎麼選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人的故事 雖然都是獨立的故事 他們也是在很多現代的家庭裡面的 一個關聯就是父母的感情 或是婚姻不成功 然後孩子就要面對破碎的家庭 很心痛地在裡面只能夠選一首 一邊是飽含對溫暖家庭渴望的 喊牙鼎的話 一邊是替媽媽發現喪惡情緒的可樂 不能是我的愛情 她來得太多了 兩首山情最累的巨星遠窗 銀繞整整齊天 糾結的謝安琪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心頭乾淨耳朵 傾聽謝安琪最新單曲 震撼發聲 崇利 可是在遇见我那天 你并不快乐 可能是因为 我们曾遇到太晚了 可是我要走了 可温暖要走了 可否有另一个我 在你身边给予快乐 可当我紧着你的手 傻乎乎打了 渴望的爱情 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 可时间太熟了 可你的答案清楚了 可想到你的脸 我还是很快乐 可能你不快乐 可惜你不快乐 可能是我的爱情 他来的太晚了 可他给了你些什么 你是不是真快乐 可要听我的话 别再为他翻傻了 可能你不快乐 可能你不快乐 可我要你快乐 可能是我的爱情 他来得太晚了 可我只想对你说 我绝对不退出了 可以让你快乐 是我的快乐 我绝对不退出了 我绝对不退出了 渴望的爱情 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 可时间太熟了 可你的答案清楚了 可想到你的脸 我绝对不退出了 我绝对不退出了 可能你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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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你不快乐 可能是我的爱情 他来得太晚了 可他给了你些什么 你是不是真快乐 可要听我的话 别再为他翻傻了 可能你不快乐 可我要你快乐 可能是我的爱情 可能是我的爱情 他来得太晚了 可我只想对你说 我绝对不退出了 我绝对不退出了 可以让你快乐 是我的快乐 能你不快乐 可我要你快乐 可能是我的爱情 才来得太晚了 可我只想对你说 我绝对不退出来 可以让你快乐 可能是我的快乐 谢谢 谢谢两位 我想跟玉成讲 这首歌是你为了自己 天上面的爸爸 写给妈妈的一首歌 我想把这首歌 送给你的妈妈 让她知道这一段爱情 现在可以安慰她 你可以安慰到很多很多的人 通过这样的演唱 可以安慰到有同样经历 同样很伤痛的人 所以我这样两位的作品当中 选择了玉成的歌 我也很感谢一友你 所以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要伤心 不会 现在是我的女士 太棒了 这个形容太棒了 就是这个 对 就是 女神 对 从那一天起 我就有了女神 这首歌很扎实 有自己要讲的故事 选择了一个 我自己很配合 我自己性格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歌会红 真的 尤其曲风又比较饱满 更完整的让女性那种 对于这种事情 没有办法 掌握得很清楚的状况 就是隐藏在自己内心 那种感受唱出来 我今天选了两个小小的 幸运的礼物送给你们两个 遇成的 是一个我自己常常 带在身边的小小的本子 我就把第一次 我自己的歌词的手稿 一直留到今天 从一个不知道音乐是怎么制作的人 到现在可能 我已经可以坐在监制的椅子上面 去看一首歌的制作的时候 那我都把当中的感受收集下来 所以我希望你的音乐旅程 都是这样的丰富 那我送给毅游的是一个 也是我常常待在身边 因为我很环保 一个小小的包包 在我自己的大包包里面 只要你用心地做音乐 一定会满载而归 来 依勇 谢谢安琪老师 加油 雨晨 来 里面还有就是我写给你的一封信 我希望你往后的音乐的路 无论你是很成功 或是偶尔有一个迷失的时候 我希望你打开 里面是刚才我唱的歌 是你这首可乐 我希望你记得你的音乐 你的家人 你对于音乐的爱 才是你最可贵的快乐 非常感谢 谢谢创作者 也谢谢歌手演唱人 谢谢大家共同完整的这首作品 可乐 请大家记得希望你喜欢 谢谢 为了给所有的原创者加油打气 我们今天现场会来一位神秘嘉宾 分量相当重的神秘来宾 他很关注嗨歌 他关注第一期所有原创者 你们的作品 他决定在六位当中 选择一首他最喜欢的作品 经过他的方式演绎 呈现给每一个人 究竟他是谁呢 他会演绎哪一首作品呢 各位 掌声一起期待 谢谢 是张一鹏那个吗 知道了 知道了 该总一言为他 能不能得不开了 可能是因为 我们相遇的参观了 既然无法选择 别为难自己了 别再让一颗心再难 你不爱直接拉扯 可惜你的身边 早已有了另一个 可是我怎么 忘不掉放不下捨不得 都决定要走了 何必再拼拼回首了 再多看第一眼 就会泪流成河 可能你不快乐 可惜你不快乐 可我的爱情就像手中只管可乐 也许只是觉得构渴 就被这样打开了 咬下搜出了 咬下一口 怕我慢慢变得酸楚了 可以怎么快乐 可是怎么快乐 可我的爱情就像剩一般的可乐 不像水一样心扯 不像脚一样苦涩 想留一点雨都不够自得 可惜你的身边早已有了另一个 可是我怎么忘不掉放不下舍不得 都决定要走了 何必再拼拼挥手呢 再多看你一眼就会泪流成痕 可能你不快乐 可惜你不快乐 可我的爱情就像手中折光刻 也许只是觉得空渴 就被这样打开了 咽下雨后泡沫慢慢变得酸出了 可以怎么快乐 可是怎么快乐 可我的爱情就像剩一般的可乐 不像水一样心扯 不像脚一样苦涩 想留一点雨都不够自得 可能你不快乐 可惜你不快乐 可惜你不快乐 和我的爱情就像剩一般的可乐 和我的爱情就像剩一般的可乐 不像水一样清澈 不像水一样清澈 不像酒一样苦涩 可以让你不快乐 可以让你快乐 是我的快乐 可以让你快乐 是我的快乐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南高 当时有一点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都在站着 然后这种我觉得挺虐心的 所以当时四个人站在那里 一个大惊喜的时候 然后突然是我们 他们真的觉得不好 不好 不好 也顾不上了 还是太高兴 太惊喜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 是你来到节目现场 做我们的惊喜嘉宾 其实我知道 以你跟哈林老师的私交 你应该听到不止六首歌 你应该听到很多很多歌 为什么对这首可乐情有独钟 好听啊 就是好听 很感动 那么从主歌部分到副歌部分 它的每一个段落都很吸引人 是 对 我第一次听了之后 这感觉就像我当年 听了这个拯救 第一次听拯救 或者听你快回来时的感受 是一样的 所以我被它感动了 歌词的部分 我们稍加了一点改动 让它更丰满了一点 所以这首歌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潜力 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鼓励啊 赵雨晨请记得 刚才有一个细节 可能很多的朋友 没有特意地留意到 我在旁边我一直看到 当西安琪演唱可乐的时候 赵雨晨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歌被选中了 她很快地就哭了 然后呢 第二次来宾 又给她一次惊喜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情绪 其实是由哭泣 马上转为 抑制不住的那种欣喜 那种欣喜是来自于 对自己的认可跟自信 我希望你永远记得 那个瞬间 也希望所有正在收看 我们嗨歌的原创者们 记得刚刚那个瞬间 再次谢谢我们 嗨歌所有的创作者们 谢谢你们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请出 胡彦斌以及杰亮 还有西安琪和赵雨晨 一起来到舞台中央 有请 来来来 快找到你们新的伴侣 来 现在还不敢相信 刚才是真实发生的 对不对 好的 所有同学视频 请现在密切关注 屏幕下方的互动信息 我们本年度的年度嗨歌 将由你们来决定 最终 获得网友支持率最高的 七首作品 将入围到 嗨歌的年度盛典 来决出那个全名嗨歌 听你的 各位您现在收看的 就是腾讯视频 大型原创音乐真实秀 嗨歌 本节目由MG GT 高性能 风尚终极车 独家全程冠名播出 由乐想极致 乐想嗨歌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王 X5 互动冠名播出 非常感谢合作媒体 QQ音乐 登陆即可收听本节目 所有原创歌曲 另外要特别感谢独家 合作网游 最浪漫的游戏 QQ炫舞 同时本节目的所有歌曲 将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之声 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HIT FM和上海 东方广播 动感101 同步热播 最后请记得 让我们向好音乐 大声声嗨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嗨歌再见 再次感谢台上的每一位 谢谢 也谢谢每一位创作者 谢谢 谢谢你们辛苦 谢谢 乐想极致 乐想嗨歌 Vivo智能手机 K歌之王s5 提醒您 刚刚呢你已经听过了 两首改编之后的歌曲了 是不是非常的动听呢 但是一定要选一首的话 你会更喜欢哪一首歌呢 到底哪一首歌 会成为本周的人气嗨歌呢 结果将会在下一周 为大家揭晓